HELLO,大家好,我是永华,给大家了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就是要分享这游戏哦,就叫做Dragon Hunter 它有华文名字哦,是华文名字的话就有点屌,就叫做巴哈姆特之魂 可是跟Dragon Hunter的翻译的话,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完全没有合到哦 感觉上华文名跟英文名简直是两个游戏哦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别理它,我们进入游戏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感觉上啊,就是 呃,那个数据啊,好慢好慢耶,就是我们的网线啊 网络真的是好差好差的说耶 我不管玩什么游戏都好啊 我感觉上啊,它都有那种会分分钟会要掉线的那种感觉给我 就是会出现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也搞不清楚耶 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是因为我的数据用完了吗 可是又好像不是耶 我感觉真的是问真的是地方问题吧 我下载的这个地方,真的网线好差好差的说耶 这是,哎,可是 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是英文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怎么是英文啊,等一下我要去设置那边一下哦 你说英文的话就怪怪的了,然后你看你看他叫我进去那个哪里了,他有设定吗,设定在哪里哦 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设定哎,怎么是英文啊 因为我下载的时候是以花文名字下载的哦,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我们先打一轮了,先跟他的那个什么走一走看一下哦 先看他的故事,先走一走看一下哦 他有autoplay的,哇技能方面还,哇技能还不错耶,一开始就三个技能了吗 这什么哦,大地之龙哦,这个叫,我帮你们翻译一下,大地之龙哦哦哦哦哦也不错耶,他这技能还不错耶,他就是第二个技能哦 然后他,他哦,蓝色的球哦,蓝色的球是可以,你看就是要蓝色的球哦,蓝色的球可以导致你能不能使用技能哦,你看要一颗球 你看要一颗哦,就一颗吧,一颗就可以让你使用技能哦,你看就是这样哦,一颗,你看就是角色血,角色HP下面的那个蓝球哦哦哦,这样就干掉了,你看,这是所谓的大地之龙,解决了哦 Equipment哦,就是装备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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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重点这里你可以稍等一下嘛,我要看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我下载, 诶,时候是华文的名字,然后你现在,等一下啊,我这里的话,我真的是有点纳闷耶,我按角色看一下可不可以做setting 你看我,我的名字也可以放华文哦,这就叫游戏失望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哦,system setting,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system setting的话,好像是没有,哦,chang,这个有哦,有哦,language Fietnam,OKOK,yes,可以换哦,可以换哦,OKOK,OK,没有问题啊 就叫我,他说会回,会回到去那个登录画面,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最主要,最主要真的,啊,怎么还有这么麻烦啊,游客登录就好了吧 不需要麻烦吧,做分享哦,不讲究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我就好期待哦,我要看一下哦 看一下他是不是有那个什么,他名字是不是叫巴哈姆特之魂 因为他好文明真的是叫Lago的耶,可是怎么怎么英文名叫Dragon Hunter啊,好奇怪耶,完全配搭不到,完全配搭不了耶 那我们一样哦,进入游戏 还是一样哦,他并没有显示哦,并没有显示出那个华文的那个游戏名字 哇,这还蛮帅的,这是谁,合成佣兵 哦,他佣兵都还能带装备哦,嗯,不错 你赢了哦,你赢了哦,真的,你赢了哦,你竟然还跟我说英文 OK啦,好啦,我就当成看电影吧,就是说英文,然后我看华文字幕就好吧,就只能这么说,OMG 你看,他有华文哦,他像是华文哦,可是他的对白哦,说话方面对白哦,还是英文哦,没差哦 来,我们这里就开始,哦,他五个肉哦,哇,两百个肉啊,可以啦,这样就好玩咯,这样就好玩咯 这个是什么,副本,死亡沙漠,大量装备哦,OK 在神秘,什么,宝藏,搜寻装备,则是更轻松的选项,选择,sorry,不选项 哦,这里的话还蛮,还蛮好的哦,他一开始就给我自动了 可是我如果不要按自动嘛,我自己,我自己打比较好,我觉得我自己打比较开心嘛,你看 哦,他自己打就是这样哦,哦,按两下就是滚哦,你看,按两下就是滚哦 OK,好,这是装,这是什么,可以拿吧,OK,一袋钱哦,那我们就走 哦,按两下真的是滚的,你看,我就一直滚着去好哦 这个是风暴什么什么的,乖乖的名字 滚,哎,这样好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怎么说啊,很好很好的闪躲哎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哎呀,就让他自动吧,如果如果是要,如果是要用手控的话,我自己玩的时候才用手控吧 来,可以使用技能了,再来一个技能,再来一个技能 你看他是用普通打的方式来累积他那个篮球哦,也就是他能量吧,能量一满,就只要够一颗就够哦,一颗哦 我不知道到后尾的技能是不是也是一颗啊,我知道现在就是一颗而已哦,一颗就能发动技能 三星目标的话还有什么,拖我通关副本哦,OK,没有问题哦,我要大于10%的血,这还好吧,蛮人道的 10%以我现在来讲的话,剩下没有问题哦 我已经拿到水晶之刀了哦,回去的话yes,又有装备可以换了,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哦 哇,他的小提示还蛮好的,他觉得OK,可以真的可以换哦,这个也可以带上去哦 那是什么,像,像,Final哦,OK,OK,OK,来我们走吧,我们继续 哦,用冰哦,OK,来 购买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拿到水,可以拿到水 哦,寒冰雪女耶,好帅哦 帅man,那我就可以直接按回头了嘛 然后现在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装备装备我的那个佣兵上去了吧 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因为 游戏都是这样哦,OK,这边还有一个佣兵,佣兵获取哦,这是什么 领取奖励哦,哇,然后领取奖励,诶,这样我不是有两个了吗,你看 三十片耶,三十片的话,诶,三十片就重点是能不能组合一支还不清楚耶 这还是去头痛的地方哦,然后这里的话,佣兵领取还有吗,还有啊,OK 我再领取,还有吗,没有啊,登录四天哦,怎么搞的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OK,一样哦,进副本 啊,OK,OK 我其实我也没有很仔细在听他,听他在说什么哦,我只是,我只是顾着去要打副本呢 哦,OK,明白,二十四级才有哦,所以这里的话就要努力一点哦,努力一点哦,到二十四级我就可以多一个佣兵哦 可是他佣兵,多一个佣兵的话是怎么样的方式对战,还不清楚耶,我们看一下吧 呃,是什么意思 OK,托管哦,他就叫我可以自动吧,来,我就自动了哦 然后当然我可以按他出来吗 诶,不行耶 就说我主角就只是永远都是拉剑式就对哦,你看 我的那个,他只是在后面哦,他只是支援哦,佣兵就是佣兵哦,这游戏分的好清楚哦 他不像一些游戏的佣兵,是可以用,也是可以用出来的,可以换出来的哦,你看 他这个还分的蛮清楚的耶 就是,你是佣兵就是佣兵哦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代主角的哦,你看,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告诉你哦 你看,多了一个佣兵还蛮好打的耶,你看 他还是一个法师耶,他是远战耶,所以不需要特地的保护他,还蛮好的哦 假如他是近战的,我就头痛了,我自己都保护不好了,自己还要保护他耶 所以这里,通关,通关,哇,这是,这是金色的啊,有看错吗,金色的哦 呃,是装备吗,我就,这样也是不清楚耶,因为我们要,我们要回到城镇才可以知道哦 诶,没有耶,干到金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钻石还有10颗,诶,老大这是普通副本而已啊,你需要这么好吗 这样的话,这样子的游戏的话,其实还蛮多人蛮喜欢的耶 我就通关一个普通副本,你给我10颗钻石耶,这么好啊 公会成员在一个狩猎地图可以共同完成,哦,要公会成员啦,OK啦 我都拿到了吧,谢谢哦,然后这里,佣兵,佣兵还有吗,佣兵,我看一下啊 诶,哇,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 等一下我按回头哦,就,就,skip掉了那一幕吧 因为我不知道按到什么东西啊,我只是按一个佣兵耶,他就跳这个画面出来哦 当然是回头吧,不要理他了,OK好 这里我们就继续游戏,诶,这是什么东西啊 哦,这样没有理他吧,假如他,他没有任何东西我就别理他了哦 角色呢,角色我看一下,按角色哦 角色的话这里是,哇,他都已经有玩装备了耶 只是还是要有更好的哦,可以装备而已哦 然后就直接给他换上,技能方面的话有吗,技能我看一下哦 哦,技能要卡,要第三,要第三关才有耶,有没有搞错哦,OK 这是嘉年花什么东西,领取,还蛮多的耶,还蛮多东西可以拿的啊,还蛮好一下 用兵的话我再按多一次看,用兵的话,哦,这可以嘞 哇哦,这个更强哦,这更强耶,等一下啊,这个的话要,哦招募,四星耶 我还笑到那么尖啊,可以啦,三星那个就可以暂时把它放一边先哦 因为我有四星了,四星哦,这是第三天的什么,领取 然后,这里的话我来看一下,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领取可以拿的吧 哇,哇,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这游戏还能赚钱吗,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OKOKOK,哦,这是储值的,哎,sorry,VIP,VIP有吗 第几储值啊,算了吧,这个,forget it 然后这里的话,哎,不要那么快先,活动中心还没完哦 然后这是累积,然后这是储值,啊,骗人的,你看 下面的全部是储值有关哦,储值 这立即购买,这什么东西啊,哦,可以买肉耶 然后体力购买,五,OK,好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其他东西都让我看,哎,用兵还有吗 这个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吗 这有什么特别吗,我不是已经招募了吗 哎,还有啊,这个是什么,烈焰五娘哦 然后这个是龙,龙什么,龙我不会读耶,来个字我不会读耶 然后,铜,哇,还有哦 又是傭兵哦,然后这是礼报中心的话,有什么东西,领取 领取,哦,这是在线,OK明白咯 就说我在,我在线的时间越长拿的越多,OK,好,明白 一切都明白咯,然后成就方面又有什么东西 两个,领取,三个,领取,还有六个,OK,好 来,我们再打多一个关卡咯,然后就要为视频做一个结束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就是 New skill,哦,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 哇,是用钱来升级的,哎,还蛮好的咧这样 只是,怎么它,哦,在下面这边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升级吗,可以升级,好咯 然后这个球的,哦,这个球是另外一个角色的,明白 也是升级满啦,没有差,火系的呢,哦,这还有,还有三个属性也有 那个还没有,要一关六才可以哦,就是第一张第六节哦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快点进入咯 哇,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拿咧,不错一下了哦,这是Boss吧,开始冒险 哦,属性相克,火克土,克地哦,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放一个 我放它出去吧,这个再拆下来 哇,这个好,这个感觉好像很强诶,四颗型诶,来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开,因为它刚才它有显示有上 是,就是说有属性相克的吧,这样打起来会比较简单吧,应该是这么说哦 呃,十二点哦,十八点跟二十一点,有龙虾盛宴哦,就是可以补充体力哦 就是十二点,七点,跟九点 OK,来,这里我们就快速跳过,然后我们就走 那火系的应该比较强吧,比较牛一点吧 可是它是,这边是水的吧,你看 这也是火的哦,都是火的哦,所以我刚才应该用水的才对耶 我既然跑去用火的哦,火打火有什么 诶,冰吗,它是冰吗 哦,这里是火的耶,你看显示啊,它是火的吧 它有logo,你看它有logo显示哦 哦,也就是说我自己本身角色它可以,它可以持有三种啊,三种,你看 这个是我角色的哦,你看 这是它冰的技能哦,冰的哦 刚才也可以用火,当然还有一个是土的哦 土的话是我过完这个关卡过后就可以开放到了哦 就是说可以直接哦,自己角色,自己本身角色可以,可以选择相相对性哦 就是克它们这一关属性的那个技能哦 哦,这点还不错哦,又要加分哦 因为这种游戏概念的话还蛮不错的耶 你不需要怎么说,换任何角色哦 你只是需要把它技能给对掉一下就行了哦 哦,身心强化,OK明白,就是说将来的话,哇将来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做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Equipment,OK,它就说它可以带吧 然后我就按它 哦,然后,这个是装备吗,装备,然后这里又要回去哦 哦,13级耶 是搞什么,古武 哇,它有加攻击力就好了,别管它 别管它怎么游来啦,也是不理它,哇 哇,怎么你的那么帅,你的还会飞的咧 Dragon Warrior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你的普通啊,你的 你的也是普通啊,跟我一样哦 它的好帅啊,它的用,哇,这个又是一个,就找一条龙的哦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啊,也就为视频,就是说稍微做一个结束吧 之后,之后有时间再继续做分享 所以这里的话,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当然,这个游戏的话,你们去Play Store的话 打巴哈姆特磁魂,就可以找到这个游戏了 如果你觉得巴哈姆特,你不知道怎么打的话 你就像我这样吧,打一个Dragon Hunter 也是一样哦,能找得到这个游戏的 所以,这里的话,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拜拜 拜拜